3月11号,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议案组副组长傅文杰在北京介绍 截至3月7号12时,大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271件 截至3月10号12时,共收到代表建议8000多件 本次大会期间,代表们共提出代表议案271件 按照程序,代表议案将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分别进行审议 并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 代表建议将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别办理 并且向代表们做出反馈 记者在议案组建议小组办公区的现场看到 来自40多个不同单位的60多名工作人员 分成政法综合组、公交农民组、经济建设组、教科文位组等4个小组 分类处理代表建议 傅文杰介绍,在收到的建议当中,基层代表提出的最多 比如说代表建议由基层一线的工人、农民和专业人员代表 提出的代表建议要占比达到了60% 代表建议重点关注的方面主要有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、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、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、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农业现代化、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、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、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、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等 傅文杰说,本次大会代表提出议案建议针对性强、设计面广 切实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今年的代表议案建议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是代表们深入学习惯着党的20大精神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深刻的践行全国人人民民主 第二个特点是紧扣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 结合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的工作要点 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计划 这个在代表工作议案当中体现的比较明显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质量 各代表团和管大代表们都能够严把代表议案建议的政治观质量观 傅文杰表示,今年大会代表议案建议 都是通过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提出登记、办理、反馈 信息化平台协助代表履职效果明显